大家好,上一课给大家讲了相册 那我们这一课来给大家讲这个相册图片在预览的时候 这个对于图片的单个缩放和这个移动 我们如何去多个手指同时操作一张图片 就和这个通常系统相册一样实现我们这个相册的多点触控 那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一课我们主要讲的一个内容 图片的多点触控是指的就是在图片放大之后 可以在界面上随意的拖动 然后因为有些图片它拍照的时候角度问题 或者是说一些其他因素影响了我们的这个预览效果 所以说我们把图片进行一个放大 这个时候我们放大这个图片 它其实就是一个像素和像素比例的一个和坐标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的实现方式呢 就是通过还是通过自定义一个空间 然后回掉它这个画的这个方法 undraw 在undraw里面利用这个maxtra这个矩阵的值 将矩阵重新传给这个canvas进行一个画布绘制 然后第三步就是监听空间的untouch 分别处理这个什么呢 down,move,up 就是说手指的这个按下去移动和抬起 在这个移动过程中 我们判断这个手指的个数这个pointer count 就是点的个数 是不是多个 如果大于多个就表示是不是多个手指啊 然后如果是否则的话 就将这个单个手指 然后将图片设置缩小或者放大 那个将自定义空间设置给相册的完成这个预览效果 那好,那我们通过代码看一下这一块这个多列出控 说起来这个倒是不多 那我们通过代码看实现起来难度有多大 好,自定义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需要自定义一个空间是不是 自定义一个空间 那这个包叫什么呢 那我们在这一块定义包的时候还是要在这定义 包叫什么呢 Vidget吧 Vidget点多点触控 好,多点触控 这个我们把它挪一下地方吧 把它放在统一放在这一个地方下面 那看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是在是在这 不是在扎外底下 好 叫Vidget点多点触控 多点触控 好 既然来到这儿呢 我们定义一个就是什么呢 Manger吧 MangerImageView ImageView 好,继承的是 刚才说什么呢 继承的是 MangerImageView吧 好 我们把它方法实现一下 这个参数我们定义一下 好 这是它的构造 那好 定义好之后 那我们紧接着是不是要重写它的 嗯 嗯什么呢 嗯Draw吧 还有什么呢 嗯Touch吧 嗯Touch 好 三个是呃 两个是我们重要使用的方法 那好 那我们定义好这个 Undraw之后 和这个Untouch之后 那我们紧接着就是需要 这个参数设置吧 那好 那我们先 定义一个变量 float 先定义一个 就是缩放的一个参数 1吧 好 定义好之后 那我们get set一下 get set 好 get set完成之后 那我们 在这颗 再加一个参数 那就是什么呢 再加一个这个 就是移动的坐标 distance x 等于0 还有一个什么呢 distance distance 就是y吧 y等于0 好 同样的 我们这边给它get 并且set一下 get set get y y 好 set y 好 定义好之后 那我们要这个变量定义了 那我们紧接着 是不是要在这个 嗯 什么呢 undraw里面 刚才GT里面 这个也说到了 在这个undraw里面 要进行一个 矩阵吧 ma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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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 一个设施 maxt maxt 是怎么创建的 还是通过new的方式 那我们new的方式 因为它 meters有一个set values方法 那好 那我们通过这set values 给它定义 参数 它这个参数要的 就是一个 float 那float 幅典型的一个 枢阻 那好 那我们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用的就是 1乘上刚才定义的 那个什么呢 叫缩放 外界传的缩放比例 第二个参数 我传的 0 然后第三个传的是 distance x 然后 0 然后 再定义一个 就是1 乘以 再 样 和这个缩放比例 然后 我们再定义一个 什么呢 distance distance 外吧 外读 刚才这个 distance x 然后distance y 然后0.0 1 好 我数一下 是不是八个参数 123 456 7 89 好 9个参数 9个参数分别代表的意思呢 就是说 这边 这个代表缩放比例 这个缩放比例起点 然后这个是移动坐标 然后移动坐标起点 这个是缩放的移动坐标的目的 目的地 然后这是外轴 外轴起点 然后这个是它中心点 然后这个是表示它 它的中心点个数 然后好 那这个参数设置好之后 那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要 用这个 meters meters set set value 刚才说的set value set value 把这个iris给它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那我们这个时候 是不是 把画布点 set什么呢 set value set mixture mixture 这样的话设置就有效果了 然后 我们super 它有一个方法 让我们掉给复理 super点 unjoy 然后把这个方法 传给复理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实现了一个 方法的一个参数的修改 是不是要switch什么呢 switch event 的事件 get action 因为它是由不同事件组成的 好 我们定义好之后 我们来case一下 case 这时候case 这时候case 是不是movnt movnt 什么呢 movnt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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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吧 好 movnt movnt down 然后 down 是一个move 刚才说move 是一个 然后up 是一个吧 好 对 move move 好 这个有个action up 好 定义好 这三个方法之后 首先我们在这个down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 获取一下它的s轴外轴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先定义一下这个float 获取了这个参数 参数就是说last最后一次按下去的时候的x轴吧 然后float 然后float float 按下去 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个值付给谁呢 外轴是不是这个even even even even.get get x 这个last y last y 等于什么呢 even even.get 外轴吧 好 得到这个之后 那我们这个 把这个值再付给一个变量吧 嗯 这个付给这个变量 其实也没啥意义 那我们就定义到这吧 好 定义好之后 那我们这个时候再获取这个move方法 move move方法是关键 move方法刚才给大家说 这个时候在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得需要判断这个even.get 什么呢 even.get 这个point 或者割数 手指割数 或者count 是否等于多指 多指是不是大于一的 就是人们就比如说两个手指吧 这时候两个手指 否则的话就是什么呢 else if even.get point 总数 等于一吧 否则就等一吧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 这个 二的时候 二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 获取一下 这个 它的这一块的 x x 多是等一 even.get x get x 是用这个下标 几个点的 这时候都取的是零吧 然后我们求差值的话 是不是要减去它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减去第二个 然后 even.get get x吧 是不是两只之间的差值啊 我们求的是差值吧 然后外轴也是一样 even.get 外 下标也是第一个 减去 even.get 外轴 外轴下标的第一个 好 我们求到这两个手指的差值之后 之后 那我们这时候 是不是要重新再定义一个float 刚才给大家说 这个mix 拒正需要一个value吧 value 是我们把这个定义成书组吧 书组的第一个参数 当然了 这个话 我们是要需要有一个这个master master.square 就叫 表一下 sq 好 就这个double 它的一个double方法 就是我们的差值乘以 s轴 外轴 加上 加上 外轴乘以 外轴 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表示的时候 强调一下吧 好 这个表示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得到了一个根据这个 两指之间的一个成绩 加上这个 两个 就是外轴 的话 表示的是 两指之间的一个差值的一个最终 这个矩阵 你两指之间在缩放的时候 这时候其实也是有 有一个总数吧 这个总数表示是不是 你这个 两指之间的距离 再加上你这个垂直外轴 就是上下 假如一个数字在这 一个数字在这 这时候外轴的 像 这这 它水平应该移动到这 从这到这的话 因为这时候是它的总数 总数加上这一颗的值 是不是 是不是 它的 表示它 你往这 它往这 其实就是这一块的这个距离 所以说这一块的这个差值呢 我们要 把这个差值 付给一个变量 那我们要 好 在这 再定义一个变量 在定义一个变量 我们 叫 Base吧 最基础的一个 Values 好 基础Values 当然这个基础Values 要在这个 按下去的时候 给它重新出转化一次 好 那么 把这个基础Values 值 那我们在这边 先判断基础Values 如果等于0 表示它首次才进来吧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就不是 好 首次再进来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 Values 付给它 然后不是首次进来的话 这个时候 我们 是要判断一下 这个 Values Values 减去 这个BaseValues 减去首次的 是可能是否大于 等于10 大于等于10 表示你手指之间 最小距离为10个像素吧 或者什么 或者 或者Value 值减去 它这个值是小于 等于 或者是 更大的是 小于负10吧 就比如说 这个时候 我们 就它的这个缩放比呢 就等于的是 就是Value值 除一这个Base 除一Base 为什么要除一Base 除一Base表示的是它的缩放的一个比例吧 缩放比例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缩放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 我们在外面定义一个缩放的方法 好 缩放的方法 缩放的方法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就比如说 image 缩放 很像的参数是一个float 缩放比吧 缩放比 刚才我 大家记得定义全局那个缩放的话 是不是等于 它 它的新值 是不是等于这个 我们之前这个值 乘以它的这个比例 乘以它的比例 是就是最新的吧 就是 乘以等于 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 它两个乘 乘积就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把这个往这放 好 乘积 这个时候我们判断一下 这个乘积之后 的时候 它指是否大于等于2 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时候缩放 如果说缩到2的话 大于2的话 那我们就把这个比例给它 大于原来两倍的话 就会等于2 就是说有个上限嘛 是吧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再判断 如果这个是小于 那一缩放缩放 如果放大 也肯定也有个缩小 那我们这个时候 假如说你 小于 等于 假如说0.5的话 最小的话 0.5的话 我们这个时候 把它等于0.5 等于0.25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再一刷新 是0.5的话 浮电性 好 我们再invaluble一下 这个时候就会刷新 你就缩放的话 你这个时候就有效果 缩放的话 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参数 给它传进去 缩放 好 刚才讲到这呢 那就是说 我们这个 这一块 这个就讲完了 然后这是 等于0 然后等于1 那好 那我们 就等于1的话 等于1的话 就表示是移动吧 移动的话 我们下一刻再讲 那好 那我们目前先看一下 我们这一刻的这个 这个空间 是否可用 那我们在这个布局里面 我们来用一下 这个多点触控 多点触控 还没有布局 那好 那我们再拥有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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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ut 试一下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 其实你要提前什么呢 提前 提前去 想好它的 这个 一个 坐标 一个比例 多点 触控 它这个是需要 很紧密的 这个逻辑思维 在这个当中的 我给大家讲的是我想的我的思维 所以说你下去练的时候 还得需要 你自己 有一个 了解才可以 好 这是宽度 全屏吧 那么高度 高度的话 也全屏吧 这个太长了 不好看 我们再定义成这样 然后就比如说给我定义一个图片的话 就说我这里有一条图片 好 再定义到其中 好 那我们这个 也用下这个布局 set content 2.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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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点触控 好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 运行看 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完成一个机变 其实它就是根据你这个移动事件 呃 坐标进行一个差值 最终求你这个缩放比例 进行一个缩放 好 这个编译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 应用以安装 然后 点击移动 好 这是我相册 我们这个时候收拾 因为我是在这个电脑 这个写字板上 这个 可能是这个触感不是 那个上面那么强烈 所以说这个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大家在手机上去测试一下 手机上肯定出感比我这个好 好 那这一刻我们就 下一刻我们再讲一下这个移动 移动和这个缩放 一起结合在一块 我们去看 然后那这一刻这个缩放呢 其实我们回顾看一下这个代码里面的实现呢 其实就是这个自定空间当中的这个 untouch里面重点处理的是这一刻 那好 那我们这一刻就讲到这里 下一刻我们重点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一起动 好 谢谢大家